各位同心請盡快回座 謝謝 要上課了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楊老師帶來的演講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好玩 大家好 好 不簡單 這幾個人特別多 差不多五、六十個應該是有 就是說 大家越來越關心我們的台灣 尤其是馬英九 成為人做總統之後 在他 2012年 5月20號 其實也不是啦 應該說2012年選完總統之後 你就覺得馬英九開始擺爛到現在 已經是兩年多了 大家都很明顯看出來 我是沒有直接的選擇 不過我在藥 馬英九應該是 所以 動算那天接著一通神秘電話 那非常的有 有地位的 在這個地球上 應該是有舉足輕重的一個人 給他的一通神秘電話 跟他說 馬英九先生 你是中華民國最後一任總統 好好的幹 好好的幹 那時候我死神到現在 整個魂灰魄破散 我是這麼認為 好 那 說我們的正題 違法試問 逐條審查 你看這個題目 你覺得 這很嚴重 這法條 法規 條約 法律 條文 這次科要來講一下 這次科要來講一下 這次科要來講 這次科要來講多少東西 這次科要來講 專門講跟台灣地位 有關係 那什麼東西跟台灣地位有關係 那什麼東西跟台灣地位有關係 馬關條約 舊金山合約 什麼 台灣關係法 還有什麼 開羅宣言 波子潭宣言 那這次科要來講一下 那這 中華民國的教學都還有 幾乎都沒有講到 大家 舊金山合約 沒有講到 全面都沒有講到 這這就是剛剛有需要講 其實 說實在 中華民國也拿很多 正確的 沒有造假的 歷史資料 來告訴我們 但是它的解讀都怎樣 都偏向它 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合理化 其實不對 你怎麼知道不對 你就是要有旁邊的資料來佐證 我今天這次科就要講這個 好 我們 看一下這個 外來政權的陰謀 中華民國是不是外來政權 絕對死的 它不是在大安土生土長 對不對 孫中山 他不是為了台灣 然後搞革命 台灣萬親 也不是 你看 400年來的強勢外族統治 這台灣人真的很可憐 外族 為了要能夠穩固他的什麼 他在這邊統治權 說他要怎麼 他的創造歷史 甚至他可以任意的曲解歷史 他的管理 因為教科書是他編的 這幾個月都在炒那個教科書的問題 對不對 哪有效 沒有效 因為決定權的統治者 那這外來政權 為了延續對台灣的掌控 還有永久可以從台灣掠取 不公不義的政經暴力 政治經濟的暴力 他就要做什麼 開始 處心的遮掩 甚至廢棄台灣史實 甚至還要加以杜撰 沒問題 我不會來黏黏沖沖沖 不然就是 一點點小事情 把它誇大成很嚴重 很偉大 譬如說鄭成功 鄭成功是不是民主英雄 鄭成功是民主英雄 趕走荷蘭人 光復台灣 你知道光復台灣在哪裡嗎 他其實他哪有光復台灣 他頂多光復台南而已 他就不知道 整天人都會光復的 誇大嘛 對不對 所以讓台灣人死官留百 甚至認知錯亂 一代一代這樣叫 一代一代的騙 人云亦云 最後認主歸宗 對我們都從中國來 是嗎 我們來民間府上課 最重要的 重點 認清你自己 認清真正的台灣地位 你只有認清台灣地位 台灣人才能夠走出這個世界 來 現在開始講了 中華民國 或者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都簡稱中共國 因為實在是 李太長了 中共國就好了 他都說 台灣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的 我今天要講電腦病 台灣自古以來 就不是中國的 我們從這裡開始看 1600年就好了 已經有許多日本人 甚至更早 都已經有許多日本人 定居在福爾摩沙 台灣 台灣的 台南那裡 到17世紀初 福爾摩沙島 仍然是日本在主控 其實 中國人會說 我也是有些人 都在你這裏裏裏 來來去去 其實 在這個之前的中國人 來台灣通常是為了抓魚 因為剛好這個魚訓 烏魚來 來這裡抓抓的 烏魚跑掉了 沒有魚訓 就回去 他並不是在這邊定居 有在這邊定居的是日本人 叫有資料 天主教耶穌會 煮瑪莉拉 那個 薩拉雅的主教 那當時 瑪莉拉 跟台灣荷蘭 都經常互通 那荷蘭人是得到 日本幕府的許可 才從澎湖轉進到福爾摩沙 那 他可以隨便來 拜託 要跟日本天皇幕府將軍 要說得好聲 所以要找誰談 是找你中國人談嗎 找你清國人談嗎 找你大明帝國嗎 明朝人談嗎 不是啊 就是找你們說的時候 那是你們的 怪怪的 你們 以前我們都沒有教到 他怎麼可以教給你知道 對不對 最好美國人交給你們知道 來明末清楚 孫鵬宇也會自己說 他們中國人自己講的 對 萬利 1600年 台灣是日本人所佔據 那荷蘭人 從西洋人來 從西洋人來 怎麼可以進來 三萬張錄品 一年啊 好啦 日本人同意 你們可以進來 讓你們做生意 讓你們在這裡 休息 中繼站 因為 荷蘭人主要是在東南亞 馬利亞 菲律賓 然後 需要運貨到 日本去 或到 中國 北邊去 做生意嘛 那這變成中繼站 讓你們來 你們要繳三萬張錄品喔 那這錄品哪邊來的 當然是台灣錄啦 聽說以前台灣錄是 我四季啦 不小心都會撞到啦 不知道有沒有 一年三萬張耶 六歲就對了啦 那荷蘭人應該是在旅居日本的華僑 這是中國人 叫李彈的 李彈這個人你不要聽過嗎 李彈跟鄭之隆 跟鄭成功 他們家族有很大的遠遠關係 他是商人 不過他在台灣海峽 蠻有身分地位的 那就承諾啦 每年像 德川幕府 貢獻三萬張錄品 才得到呢 那日本變成鎖國啦 鎖國 鎖國的時候 這塊地就變成 沒有日本在保護啦 變無人看管啦 那個鄭成功 他很快就進來了 很輕易的就趕走荷蘭人就來 那中國 台灣之谷是中國的 他們是從哪邊開始講的 我也不知道啦 黑白說了對不對 鎖國令 鎖國令 可是荷蘭人還是需要在地的老公 對不對 一旦平埔族原住民 可能不夠用 而且可能 比較貴的是怎樣 去引進中國老公 所以當時 中國人有來台灣嗎 有 真的有 通常都是自己一個人來 勞喊卡啦 獨身啦 通緝犯啦 在中國混不下去啦 那跑到外國 當外勞嘛對不對 那當外勞有沒有可能就 永遠就留在台灣 當然是有可能啦 可能跟平埔族就結婚或怎麼樣 但是 比例很少啦 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比較低階層的啦 真的有做官的 什麼人要來台灣對不對 來三年就快回去了 我現在劍橋大學歷史文獻也是 13世紀 日本人就來了 所以推論 日本人比中國人早在符合摩沙島 進行拓指 到1633年才禁止 附海外 所以荷蘭人早在去找中國 中國老公啦 那時候 中國人早在說 開始正式進來 不然以前都算偷渡的 或者不小心 被海浪打上台灣島來的 怎麼是自己要來的 怎麼想以前 對不對 好 台灣自古以來 就不是中國的 好 來 台灣主權地位的現況 我們今天要研究是這一堆 好 我們 跟十二點之前 有兩隻殼 都要來講這個 好 一條一條來流 好 我們聽的人他們也有說 什麼 好 開羅宣啊 中華民國共同黨架 他們是怎麼架的 今天我架的 看有一樣嗎 大家再細節看看 好 來 一條一條的省 一條一條的茶 中華民國 你講這些條約 統治台灣 喂 我也要講這些條約 我要告訴中華民國 你該走了 你欺負台灣人 疼疼 白的說是黑的 黑的說是白的 來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什麼原因 因為 朝鮮的問題 然後引發日本跟清國 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修台 叫 大清帝國台書 竟然割讓 割讓台灣倒 其實一開始 這個甲午戰爭 根本不是因為台灣怎麼樣 然後兩個國家互相打架 根本就是 朝鮮韓國怎麼樣 兩個國家打架 打完之後 割讓台灣 為什麼要割讓台灣 因為對清國人來講 台灣是拓殖地 殖民地而已 而且 在海外 沙巴 花不魚 鳥不香的 對不對 男無情女無異的 他們自己都這樣說 還好 所以 簽訂馬關條 所以你看 交友戰爭 台灣並非戰場 而且也不是 但是一開始說 日本人就直接侵入台灣 然後說 大清帝國要 趕日本人走 結果趕不走 打仗 打輸了 這樣講說 竊據台灣 還有道理 這開始就不是 韓國的問題 朝鮮問題 對不對 拍手你們自己 中國人自己掛念 台灣島給日本人 怎麼會說 教科書怎麼會說 什麼 日本人竊戰台灣 真的 這個日本人都可以開始告 告 上國際法庭 侮辱我的國格 侮辱人格 要侮辱國格 對不對 這以後都可以好好的算 好 那調一個時間 1895年 1895年 第二 日本下官 叫春帆龍 這間旅館 你如果去 這間要老條 做紀念館 紀念這個馬關條 交友戰爭 那在哪裡 基隆 山雕腳的外海 那個橫濱縣 這個軍艦上面 你如果看 賽德克巴萊 頭前幾分鐘 三五分鐘就在交代 交代那個交接的問題 對不對 有一艘大船有沒有 就是在說這個 橫濱縣 那簽訂馬關條約 那簽訂馬關條約 這真的有喔 這不是出國語而已 這真的有 有契約書 有條約書下帥 簡單看一下 我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兩個國家的皇帝 出面 來簽這個條約 怎麼會偷呢 你們家的東西 把柴柴頭拿起來 還要跟柴柴 簽一下 有這種事情 我媽媽聽過 對不對 對不對 既然是偷過了 還要簽這個 表示不是偷嘛 皇帝都出來了 還有用偷的嗎 這都可以查 這叫民政委的網站 甚至你直接到 外面的那個網路上 Yahoo先回 直接搜尋就有了 你看 叫下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 底下這些地方 所有 堡壘軍器工廠 及一攤 哩哩哩哩的公務建 永遠隔壤給 浪語給日本 就用明文記載 然後台灣全島 其實附屬島嶼 附屬島嶼其實就包含什麼 釣魚台 所以 我們台灣 其實跟釣魚台是 嚴重的 不只是地理關係黏在一起 在法理關係也黏在一起 所以 中共國 跟中華民國 很認真 在討論這個釣魚台的問題 因為誰擁有釣魚台 誰就擁有台灣 有錯嗎 對不對 東京 這尾杜 都射得清清淡淡淡 只要你不會照射 這都有親自點椒 地圖都拿出來 這條倒 對 這條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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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椒 這是很正式的東西 哪來的竊戰 竊具 你看這裡有沒有 這回音啊 李鴻章也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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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是李鴻章的第二個兒子 這伊藤伯文也聽過 對 這這這 是怎麼偷竊 來 來看一下內容 有什麼 它有什麼重要的內容 是跟台灣有關的 來馬關條約第二條 B跟C 189年有沒有 永久和完全的主權 鴻章 你看這裡 有沒有 中國 C2 日本 這個 這C就是鴻章 就我鴻章 鴻章給日本 什麼東西啊 全部的主權 台灣島 包含符合謀殺 全部都掛掛給人家 這個真的 這是個鴻章的動作 你說竊戰 來啊 這兩人叫什麼 這兩人叫竊戰 這兩人叫偷竊 不是啦 你查字典 這兩人叫鴻章 這英文版 這英文版 你們可能你們事後 頭寫的 沒有啦 簽約的時候 中英文加日文 這三個版本都一起 蓋印章 一起審定的 同時出現 不是日後說 我把中文翻成英文 不是那個意思 齁 齁 來 那 再來 那其他世界各國 你知道你們說 中國跟日本在公司 其他各國 有同意 其他各國 在這兩個條約 來看一下齁 1922年 很久了齁 已經割浪很久了 太平洋這個 日美英法裔 有一個五國條約 人家有承認 台灣澎湖是日本領土 華盛頓 海軍軍備限制條 也都有寫 1922年 1922年 你中華民國也誕生了 來問一下社會題 有時候我們要稍微 轉換一下心情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不可以一直上課 也要在那邊聽一下 問一下學生了 比較注意力有沒有集中 來 各位來看一下 日本跟清朝 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 那清朝皇帝 將台灣全島跟主權 永久割浪給日本天皇 對不對 我們剛才看幾個字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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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人說不對 不對 你怎麼說不對 為什麼不對 這有什麼 台灣全島 如果好就忘記了 台灣全島加澎湖群島 這樣對嗎 我跟你講 其實 沒有寫澎湖群島 就是我自己露掉了 其實重點不是在澎湖群島 重點在台灣全島 你覺得台灣全島對嗎 錯 對 錯 因為 當時割浪台灣島的時候 台灣島的西半部 是清朝在統治管理的 台灣島的中部 東部 還有高砂族在住 那 清朝人 清國人 從來都沒有統治到高砂族 所以化外之地 那真的是化外之地 它能夠割浪的 就只有台灣島的三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什麼 六個漢人屯肯區 其他都不是 所以割浪台灣全島是錯的 錯在這裡 日本人不知道 日本人剛拿到台灣的時候 空空空空 就在這裡 想說台灣島都是他的 我去哪裡開始叫我高砂族 屠殺 塞德哥把他來就是其中一個戰役 搞不清楚 原來你們大清帝國 我只有統治台灣三分之一 割的都不是 日本人就警覺了 我現在不知道要怎麼 請教美國 美國有 統治過那個什麼 印第安人 跟印第安人打架的經驗 就說這可以打怎樣 美國就說可以 只要講得下來 你有辦法控制它 這領土就歸你的 所以開始 經過十年的戰役 所以我們高砂族 各位 高砂族不簡單 可以跟日本20年 日本都有錢 拼拼拼 我們高砂族的三島 就算是打山豬 打松鼠那個獵槍而已 所以我們二次大戰 高砂族很多代表日本 到南亞 到東南亞 南亞去打仗 為什麼叫我們高砂族 松林戰我們最厲害 高砂族松林戰最厲害 把敵人當獵物 打就好了對不對 敵人當獵物對不對 那不會死的 高砂族打獵 一定要怎樣 偷偷摸摸 不能有任何聲音 日本鋼筋人空空空 找不到高砂族在那裡 等到建設還有 他已經不符了 這原因 所以我們要打而已 來看一下 當初交割 交割的時候是這裡而已 來看鄭成功 偉大的民主英雄 台南 台南 其實我們看西班牙和荷蘭 這是荷蘭 這是西班牙 還有一個大陸王國 我們台灣曾經有過一個 比較像樣的統治者 叫大陸王國 不過他不代表全台灣 所以很可惜 如果今天這個大陸王國 可以統治全台灣 我們今天的台灣 就是真正的一個國家 也不會是日本的 大家很想要自己的國家 很想要建國 其實不可能 那個機會已經錯失了 因為日本搶先 搶先完成台灣全島的統治 並且頒發日本的昭和憲法 也昭書說實施憲法 這個憲法一實施 台灣人永遠都是日本國的人 你台灣人再有厲害的 再有領導力的 再有群眾魅力的人 比陳水扁更有群眾魅力的人 也不可能建一個台灣國 所以外面在台灣國 那些都叫他死心 那沒效了 這大陸王國這真的有 在我們家的族譜有記載 我們家是一個比較特殊 我們家的族譜是記載了兩百多年 兩百多年的族譜 有記載到大陸王國 因為我們大陸王國的女兒 我們有跟他們通訓過 我們有跟他們通訓過 所以這個大陸王國是真的有存在 因為他們住在中華 那現在開始回到更近代了 1941年12月 中國在重慶宣布 對日戰爭廢除馬關條約其他 其他附屬的其他協定有效嗎 六四蘭卡 中華民國的歷史跟我們講 這個偉大的先總統講說 四四伯吧 然後又說 要廢除不平等條約 開始對日抗戰 要廢除不平等條約 喔 偉人啊 偉人啊 請問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嗎 啊 馬關條約已經廢除了 你說齁 現在你來講齁 你們什麼日本竊戰台灣 你們中國人亂講 他們都再拿拿另外一句 啊 沒啦 沒問題 那是已經廢除了 馬關條要廢除了 這已經不是竊戰的問題 已經廢除了 沒有了 好啦 請問一下真的可以無效嗎 請問一下 馬關條約如果無效的話 日本天王想出來簽一次 簽另外一個契約書 說中止廢除馬關條約 可以單方面的中國說廢除就廢除 有什麼事情嗎 丁刀槓 我們說丁刀 我們任何一個人跟人家打契約 打完契約就 欸 這個對我沒理欸 不理欸 啊 沒啦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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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宗旨我契約書聽了 聽了聽了聽了 等你本書人去 那可以嗎 不行啊 對方還有一份啊 你這樣撕下來是沒有用的 沒有那個單方廢止 所以中國人真的不知道 在打什麼找我也不知道 當然是不行的 真的有人這樣講嗎 來 1958年你看英國外交事務次長 馬魁斯公開講 根據國際法 一個國家是不能片面廢止行為 而重新取得 已經由條約而讓他的領土主權 你不能片面 對 那因此中國不可能說 什麼1941年之後片面廢約 然後就得到 回到以前那些歷史 你看看 沒有事情 那這樣我們也可以 我們阿公以前跟人 買賣一塊土地 那個契約書還在 我現在抓到 沒有什麼 土地憲文 那個我們家自古也我們家的 絕對不可能 所以中國人都是在說憲哥 教育他的老百姓 教育他的那個後代子孫 後代子孫就跟著 搞不清楚 好 那個馬關條的 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講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當初為什麼會有開羅宣言 重點在這裡 鼓勵蔣介石 鼓勵蔣介石 這是在說什麼 其實 二次大戰那時候 共產黨已經怎樣 在那個蘇聯 偷偷默默在扶持這個共產黨 那蔣介石他也知道 這個將來會變成他的政敵 還有中國人 中國人 你知道嗎 外鬥外行 內鬥內行 對不對 自己人先把我搞定 人外必先安內 所以 好 現在有一個共產黨 蔣介石的煩惱 這樣我要把全部的力量 集中來打擊共產黨 7分抗日 3分 打共產黨 7分都在打共產黨 戰爭沒什麼 所以解解敗退 其實也不是解解敗 根本就沒有打仗 直接就一路這樣 退退退退 順勢 日本人到哪裡我就退 到哪裡就退 退到四川重慶 就不贏了 不贏了 全世界都在燒台 煎到這樣 烏雞媽的 烏煙髒雞的 你叫你中國美女在旁邊 要叫英國跟美國 剛才一起討 那不行 英國跟美國說 我們叫一下 叫一下蔣介石來開一會 他就說 說大家給他好 這樣每次幾節 給他一個甜頭 給他許個願 對不對 考試考一百分 老師 爸爸給你出國旅遊 先要聽一下 意思就是這樣 蔣介石 中國 你比較認真 認真抗日 成功之後 討案給你 意思就是這樣 要鼓勵蔣介石 楊老師你亂說 來往下看 佐藤事件 這在日本叫佐藤事件 這叫魔兵 這中國人 我們看一下 蔣介石想要跟日本單獨構合 他說開始在擺爛 不然我們來跟日本人 來和解一下 希望日本從中國全面撤禁 解散南京政府 還要取消滿洲國國號 那中國就要跟日本單獨簽署和平條 我說我把你加入同盟國了 同盟國要掛名而已 我們直接自己下廚到日本 好啊 好 好 然後和好結 結果他這樣就 蔣介石就變成什麼 中國唯一的代表權 代表政府 那共產黨就算什麼 所以他有私下要和解 這個 這個 可能消息有走路 所以 同盟國也知道 你拉兵去家裡 我們當初協定好了 那一起打日本 那現在你說你要走 你要選 你要跟他們講和 對不對 剛剛真的有動作 來 1945年 汪津瑞 考試院副院長摩斌 然後再 國民黨軍統局 代理 代理大家不要聽過 推薦一下 受重慶政府蔣介石委派 很奇怪 這南京政府跟重慶政府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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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所以他們中國到底是代表誰啊 二次參戰 三個都沒有 來 資深前往東京 化名叫佐藤 跟日本談判 就是說 蔣介石就派人去了 你開始一生過去 去彈合一下 都說我蔣介石 不算了 你問祖國行為我 我做中國的真正領導人 那同門國不算 那真的有啊 真的 1946年二月你看 頒發給摩斌 這沒有啦 畏語籌摩 不要聽過嗎 就這二啦 摩斌啦 八萬元獎金 還有保養令 所以這根本就不是我捏造的 其實 那意思說有成功喔 其實沒有成功啦 那成功再有講和啊 歷史改寫的 但是蔣介石還是很怎樣 很感謝他的努力啦 好啦還是給你啦 給你獎金啦 給你保養令 重點來了 你看看有沒有 美英中蘇等26國 曾經在美國華府簽署 共同宣言 絕對不跟敵人單獨構合 你中國人第一個背叛啊 違反大家的默契啊 啊 既然走那天求和啊 我 這同門國很緊張啊 所以說欸 打開論文言 打日本耶 你聽懂嗎 來你看战後 發生有沒有 沒名字 東九明宮 這是日本人 和平會團紀錄 控帶出來 厲害了 你這 機密文件 控帶到了 麥克拉斯開始植儀蔣介石 你看 你在叫我搞鬼 你蔣介石你在叫我搞鬼 阿蔣介石怎麼辦 趕快要自保啊 對不對 沒關係啦 做切割啦 你看代理啊 飛機啊 都撞起來 可能是暗插什麼網絡位 背上去 撞下來 然後摩冰耶 通謀敵國 你看 有點衰的 你看 還是你叫我去的 現在變成我這樣 通謀敵國啦 就這樣槍斃去了 頭沒背了 就告訴通謀國 欸欸欸 這不是我的主意喔 你看 我已經把這個人槍斃了 你看 馬上做切割 所以這是開羅宣言的前因啦 那 好啦 你中國如果變成這家 害我通謀國才是輸得翻車 這樣台灣島 你不用的啦 不用給你了 欸 喂 如果各位是通謀國一份子 你聽到這個消息 你還要把台灣送給中華民國嗎 對不對 我就沒在插你了 對不對 可是事後不是蔣介石進來了嘛 事實上是進來了啦 可是他是佔領軍啦 不是真的完全給他 不是台灣島完全給中華民國 永遠送給他 來 這讓我們聯想到什麼 蔣介石根本的認知就是 台灣是日本的嘛 中華民國其實只是在說什麼 關乎中國就好了 一直都對台灣這一塊根本就沒有野心啦 而且台灣島跟當時的 中國 社經地位 國際地位 其實差很多 社會進步也差很多 那稱台灣是中國 神任不可分割的領土 根本就亂講 重點就是 他根本就沒有心啦 不過真的是中國壓對保啦 參加同盟國 同盟國勝利了 他就分一倍根嘛 分紅嘛 就是這樣嘛 你知道嗎 有人 我們如果跟一個人一起去買樂透 他出錢 中了第一特獎 我只是陪他去而已 請問一下 他會不會分一些錢給我 絕對會的嘛 對嘛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嘛 壓對保嘛 再賺到一個台灣島 來 正式來看開羅宣言是什麼 這是中國自己的公報 什麼在這裡 開羅宣言1943年 這是同盟國在戰爭進行中 一個一個計畫 這英文 英文夠了 你看這兩個是什麼 Hast stolen 偷竊 我們把它翻成中文 這是中華民國官方的文宣 中英文 就在那裡不能起來 不過意思是差不多 因為中國人比較用形容詞 寫作文嘛 寫了天花亂墜 我們看看 這邊進攻日本的軍事行動 已經完全同意中美英三國 決定入海空 這邊對暴敵 是用殘酷的壓力 壓力正在增加中 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三年 2014年 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 日本在太平洋所搶取或佔取的一切島嶼 都要完全剝奪 所以是從哪裡開始剝奪 第一次大戰開始 第一次大戰之前 就不存在 那這個地方 凡日本由中國所竊取的領土 竊取就是這樣 通通要歸還 什麼東北四省 台灣騰舞 竊取 請問各位 開羅宣言 如果開羅宣言是個有效的文件 去年 My Angel不是說 要條約有好幾十種 他說宣言也是一種條約 我真憤怒 好 假設也是好了 請問開羅宣言對台灣島 如果是有效的 請問需要還給中國嗎 需要還給中國嗎 不用 為什麼 台灣島割讓 又不是一次大戰之後 才割讓的 再來 台灣島也不是偷來的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還你中國 所以開羅宣言 你話送而已 我們不知道 我們歷史課本 只是說開羅宣言說要送 要把台灣還給中國 對啊 老師為什麼 學校老師 為什麼不講清楚一點 你看這原文 原文只要出現這個偷竊 就是一個笑話 這怎麼歸還你中國 台灣有一個叫沈建德教授 沈建德教授 中興大學 大家不知道要聽過 他有時候都會在報紙投稿 他很熱愛台灣 他本土台灣人 他跟他兒子 一直在尋找台灣的正常地位 然後對 中華民國國民黨也是一早的反抗 他兒子後來車禍死掉 我覺得應該是意外 不知道有什麼原因會車禍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是 跟那個陳水扁 吳淑貞應該是有一曲同工 可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他認真去找 找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真的把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嗎 他就開始找 找到桃園大溪 桃園大溪 不知道是什麼館 什麼紀念館 他搭在那邊 他給我看到 開羅宣言 吳 怎麼沒回家 怎麼沒回家 這沒回家的東西 這是假的 沒法的東西 神見人就開始大放送 他也登報說 開羅宣言已經找到了 你看 在中華民國的什麼館國館裡面 根本就沒有簽名 沒有三國領袖簽名 這個沒有簽名的文件 這是無效的 他這樣講 然後又說 如果有誰能夠拿出 開羅宣言 有簽名的文稿 原稿 他願意 不知道奉送幾百萬 請問一下 有誰找到 有蓋章的 簽名蓋章的開羅宣言 沒有 為什麼沒有開羅宣言蓋章 你知道嗎 因為 開羅宣言它是個新聞稿 新聞稿 它是記者 三國領袖看案會之後 記者 把這個事實經過 紀錄下來 然後對著這個廣播電台 麥克風開始黏 唸給全世界知道 那就是新聞稿 新聞廣播稿 新聞廣播稿 怎麼可能三國領袖簽名 那是事情 對不對 自然沒有簽名 如果有簽名 那才有過 所以絕對是找不到簽名 簽名過 神建的就說 沒有簽名就不準算 其實 那民政府的立場是 不管有沒有簽名 這不是重要 重點是 這個內容就不中了 沒有偷竊的問題 所以開羅宣言是什麼 我法頌而已 根本不可能利用開羅宣言 把台灣還給中華民國 因為這裡牽扯到 偷竊兩個字 那還你 那你真的承認 日本是偷竊的 日本人願意這樣做嗎 對不對 你看 三大同盟國有沒有 此次進行戰爭的目的 他們自己裡面有寫 就是說要制止 懲罰日本的侵略 絕對不會自己圖利 也沒有拓展疆土的意思 也就是說開羅宣言裡面 還有這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現在三國來這裡 在開羅 埃及開羅開會 我們重點 有一個重點 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為了圖利自己 我們沒有要擴展我們的領土 我們今天打日本 只是把他趕回去而已 不是打完之後讓他滅國 沒什麼事情 是這樣而已 沒有 如果再剝奪 1914年 就是重複 剛才比較小 這個比較大 你看 來 我們回顧一下 馬關條約之前 台灣被治理 被 中國治理只有三分之一 那你要讓台灣回顧馬關之前的條約 哪有可憐 你說好 台灣回歸 中國好了 請問怎麼回歸 三分之一回歸 請問 各位在座 到底誰是屬於中國 誰是留下來 對不對 那台灣島其他三分之一 都漏掉了 這個也怪怪的 再來 而且 台灣島在 滿清政府的眼中 的地位是 拓子地 殖民地而已 掛出去 就可以不用再拖回來 就可以不用再行 所以馬關條約 台灣是真正由日本人開發的 你怎麼廢除馬關條約 然後要來接收台灣 你要利用馬關條約 廢除馬關條約 或者利用開羅宣言 廢除馬關條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後來 大家再回想一下 宣言 假設宣言可以好了 那真的嗎 你看 二次大戰期間 類似開羅宣言 波士團宣言 這種新聞公報 你知道嗎 有14項 不是搭開羅宣言 跟波士團宣言而已 還有其他 哩哩哩哩哩的 其他宣言 對不對 這法律位 這些都屬於政治主張而已 對不對 所以杜勒斯就說了 好不好 私下協議的性質 開羅宣言 只是私下協議的性質而已 真正影響 台灣地位是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48個國家 有簽名這才有好 14項 14項 人家都沒有 人都沒有拿出來說 一個 舊金山和平條 大家都減掉了 之前那些 哩哩哩哩哩的宣言 大家都 作廢了 待會你們中國人 一天 插這個 插什麼意思 我很奇怪 講真的啦 那中國 你在二次大戰之後 真的沒有拿到好處嗎 舊金山和約 21條 都已經有講了 講真的啦 二次大戰最沒出這樣 中國 最多好處的 中國 真正的 所以人家說很討厭中國人 全世界其實都跟台灣中國人 後來一個叫韓戰 這個韓戰更好 韓戰的出現更好 為什麼更好 這個中國在周恩來 那時候就已經很混亂了 就 嗆聲了 美國嗆聲 如果你美國 敢打打打打打到壓力將來 我中國一定不會袖手 旁觀 那時候因為開始有一個共會 韓國那時候 共產黨蘇聯 開始在赤化整個亞洲 美國就出兵了 周恩來就說他買那個 結果 美軍推到壓力將口 中國支援軍就開始了 真的小台 所以 真的有戰爭 美國跟中國真的在韓國打仗 那這一仗打下去之後 讓美國找到一個藉口 這樣好 我們當初協議說不能擴展 拓展自己的疆土 領土 你怎麼去打韓國 你準備把韓國吃下來 讓美國更有理由 台灣不給你 你都濃亂來 你都不照顧來 台灣島不用給你了 就多了一個 保護台灣的一個保護傘 中國干涉朝鮮違反中美 這開羅協議的協定 所以取消 賣了 賣給人了 為什麼進來 這衰 台灣人就衰了 陰錯陽差衰 所以 再來 講波茲坦宣言 馬英九幾年前也在說 說台灣的地位 就是根據 開羅宣言 波茲坦宣言 日華台北合約 然後台灣的地位已經確定是中華民國的 以後都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問我馬英九了 答案就是這樣子 他就這樣說 來看一下馬英九說的波茲坦宣言 波茲坦宣言跟台灣有關 這個第八條 講到什麼 講到開羅宣言的條件要實施 他就說你看 波茲坦宣言再次強到開羅宣言 所以我中國可以怎樣 復台灣 其實 既然是連到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是不可行的東西 那自然波茲坦宣言就無效 至少對台灣朋友是無效 你馬英九 你中華民國 你中共國都說這個 是要做什麼 這沒什麼東西拿出來說 所以我們出去 如果有人跟我們說什麼 其實都可以討 是啊 是真的有這些 這些什麼宣言的 可是為什麼我們都把它解讀錯誤呢 還有什麼 舊心山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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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歷史課文 可以說沒得到 不過現在的新課文 就是我們現在的新的一代 大概20歲左右的人 大概30歲以下的人 都幾乎都是舊心山和平條約 在歷史課文 不過都是點到一下而已 點到一下而已 然後最後給你解讀 台灣回歸祖國了 分年真的都這樣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1946年陳以 陳以大家知道 後來228事件被我們槍斃 那個 一個上書蔣介石 台灣的財富 我們就搜刮完畢了 什麼時候要離開了 你不是關護台灣 為什麼要離開 那騙你的嘛 關護台灣根本就騙人的 他是來這邊奪取他的資源 因為中國人有一個習慣 他都會有一個將軍 他的領導人 他的皇帝都會告訴他部下 你們要打下這一座城池 免費讓你們搶三天 有沒有 騷殺魯獵三天 有沒有 你沒了開始搶了 就反正演變成228 因為那時候 台灣人的思想 跟中國人的思想就不一樣了 什麼進來就搶三天 騷殺魯獵三天 我不會搶 然後搶完之後 兵仔搶完了 對不對 滿意了 你們搶到的東西都拿出來 這個我要 其他的拿回去 自己玩 自己站回去 不是這樣嗎 跟他拚拚一下 蔣介石 看他拚拚到中國去 打內戰 我們打人家有比較少 真的就是這樣 來 講真的啦 軍事占領 只是什麼 暫時性質 對 禁止占領移轉主權 不能建立新國家 所以其實他們中國人 還是知道一些東西 但是為了要 讓他能夠在這裡面 動手腳 所以都要學會講 我們是悲哀的台灣人 悲慘台灣人 你看陳宇來台接受日本投降 有沒有 進行軍事占領的法理依據 並不是中華民國政府頒布的國內命令 而是蔣介石元帥以什麼 通門國成員的身分 接受了承接麥克阿瑟 發出第一號命令 對台灣軍事占領 欸 蔣介石 你可以打那個一下 我現在太沒用了 麥克阿瑟就這樣說 沒用了 整個大日本帝國 現在整片都死了 我人手不夠 開始分配占領 你如果想過 昨天前天有想過客人 分配占領 就這個原因 所以你如果 來我們民政務 上個三天兩夜 每個講師講的東西 你要拼湊起來 一塊完整的拼圖就造出來 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就造出來 好 來 1950年韓戰爆發 杜魯門就說 台灣地位未定論 所以台灣地位未定論 其實也不是我們在說的 外面很多人說 不過中華民國都不承認 派遣地區艦隊 只要說明什麼 福爾摩沙未來的地位 必須要等到太平洋安全 恢復之後 由聯合國考慮再來解決 這是杜魯門講的 在韓戰的時候 所以這190年 中華民國 禮拜西雲的1945年 因為法國 你關乎台灣 台灣回歸祖國 已經五年了 美國人不知道你中國人在喊什麼 為什麼還在講 台灣第二位定論 就代表說 我不承認 不承認 我美國也不承認 台灣是你中國的 來看看中國人自己怎麼講 1949年 1949年進來了 民國38年 香港大公報 東京航訊 盟軍統帥麥克拉瑟表示 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領土 因此南京垮台後 中共也不能進入台灣 美國會協助台灣人 當然 獨立這次 比較有一點誤解 但是既就這些報紙告訴我們 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 再來 合眾設在台北的電報 蔣介石如果來台灣 逃避中共報復 或在台灣設立流亡政府 那麼他將是一個非正式 非正式 屬於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活動 對 所以開陸線 管轄權而已 這我們都不知道 教科書不能寫太多 所以我會開始 第一頁我就跟你講了 外來統治者 絕對是 很有計畫性的 淹沒我們的知識 好來 究竟它的合約 第二次世界大當 這看起來就好了 這48國簽訂的 48國簽訂的合約 和平條約 不是你中華民國 不是你中國 親差公共的 可以推翻 或者給它加以扭曲解讀的 我們來看一下條文裡面寫什麼東西 跟台灣地位有關 來第二條的A 日本recognize 承認 Korea的獨立 第二條A 日本承認韓國獨立 然後放棄所有的什麼 這些權利title 好不 來 往下看 日本 也是一樣 Renounce 所有的權利 名氣 生主張 你看 這差什麼 台灣 這兩行 跟這兩行是一樣的 韓國多了這一行 韓國多了這個承認獨立 這跟我們說什麼 韓國的地位跟台灣的地位 是不一樣的 今天韓國可以獨立 在舊金山合約 寫得一清二楚了 台灣人不能獨立 也在這裡寫得一清二楚了 絕對不可能忘記台灣 只記得韓國獨立 就忘記台灣要獨立 那是怎麼忘記 這什麼社會的東西是怎麼忘記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 在外面在畫 台灣國家獨立 你叫他不要獨立 你用你 很簡單的合約拿出來 看一看 那不準算 48個國家都在小 當初全世界 也才50幾個國家 50幾個國家 48個國家簽名 幾乎全世界簽名了 你們這少數分子 在那在畫 台灣國家獨立 白了 這看有了 這告訴我們 我們跟他真的是不一樣 那是怎麼韓國可以獨立 日本不能獨立 台灣不能獨立 這跟他們 近前的講試驗有說過 因為韓國有什麼 有自己的皇帝 日本人還沒進入韓國的時候 韓國就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 他們有自己的皇帝 在他統治全韓國 所以他們後來可以獨立 因為他們是主權完整國家 我們是戰爭法 國際法律 不是說過嗎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你故也是要現人 所以日本就要還 吐出來 還給韓國人民 還給韓國皇帝 我們不是 我們沒有 他在外面 我們沒有一個完整的統治者 知道嗎 所以我們真的變成日本國 既然變成日本國 哪還有獨立的問題 如果獨立的話 要獨立的話 必須日本國 日本帝國自己寫一個 以條款 而不是利用這舊金山合約 另外找個亨利條款寫 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台灣人要吵獨立 不可能 至少到目前都還不可能 來看一下21條 中國跟朝鮮 中國跟朝鮮 不受本條25條規定 然後想有什麼 第10條第14條 這都有 還有中國權益 這真的都有 截錄 就是跟台灣有關的 我才截錄 因為我會打五個 跟台灣相關的條約 宣言 都把它講清楚 這在這時間有 來看一下23條A 23條A寫什麼 美國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美國是說 在這個二次大戰 這太平洋戰區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所以今天 是誰讓日本帝國投降 美國啦 那兩顆原子彈 絕對不是你中國啦 請問一下 你中國人 你根據哪個戰役戰爭 打敗日本 讓日本投降 你講啊 你講不出來 對不對 對啊 你 這也不說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當然說美國 也沒有說你中國 是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 蔣介石可以進來台灣 那是因為這個原因 還有麥克阿瑟 這個呢 古年佔領的法 還是當時 我不知道 我那個記者 也要去找 找 找 你看你看 這裡有一個頒發令 這裡有一個 一個發令說 陳怡啦 可以啦 什麼軍隊 然後到台灣來 住房 點點點的 所以從這個地方 文件看出來 台灣已經是 中華民國的 非歸祖國 完全正確 那真的是亂說 真的亂說 你中國人進來台灣 所以就回歸祖國 我問你 沒有 他可能有 麥克阿瑟第一號命令 甘達叫你蔣介石 來佔領台灣而已 他也叫蘇聯去 東北三省耶 遼東半島 那這樣 遼東半島 不 蘇聯耶 教練邏輯也不蘇聯耶 亂來 真的 那邊教練邏輯也通 那你遼東半島 你們東北九省 都掛好蘇聯 因為當時蘇聯 代理佔領 代理佔領 代理佔領就你們的 那是不是在比照 所以其實 我們 不了解歷史 如果要立書 那中國人怎麼說 我們如果吐吐就 吐到兩個 真正的 馬上讓他嘴巴塞住 來 2013年5月30號 這最近的 這都一起結後續發展 那 中國外交部長 弘磊 舊金三合約 中國沒有簽約 所以 無效 開始 他們就會開始找理由 台灣就是我 我就是要再挖回來就對了 吼 吹槍吹槍就要挖 說台灣我的 他說 馬關挑戰無效 廢除了 什麼王國貴 所以我們挑戰無效 中國人不簽名 來 我問你 你們中國人 波子團宣言 你們感到 你們當時蔣介石不在那 你們為什麼要承認 波子團宣言 你們都選擇性就對了 所以中國人是 邏輯是很奇怪 這48國簽約說不準算 你們想過你們中國為什麼沒有簽約 你們沒有出到什麼 你們還去摩兵 再跑去跟日本要講和 私下要講和 同門國問人家 去死 還分什麼好處 剛剛講過 二次大戰中國分到好處最多 不然你是要怎樣 講真的 所以 美國絕對不會把台灣 讓給中國 不容易打下來 台灣島就好像是個什麼 一個塌子你知道嗎 浴缸裡面的一個塞子 這拔起來 整天水漏光光 那關鍵地位的那個塌子 太平洋那個塌子 就是什麼 台灣島 怎麼可能送給你們中國 怎麼可能是你們中國的 對不對 你中國是因為台灣 而跟日本打仗的嗎 也沒有打贏過 這裡投降書 投降書真的也有寫到這個波子展宣言 真的這個是日本天堂的投降書 看起來就好了 1915年 有沒有 就是經過打輸戰 打輸了 那開始 開始轉達 有沒有 有什麼 日本國有什麼聲明 準備接受美英中三國領袖 波子展發表 然後蘇聯贊成 波子展宣言 這是我 中下的 就這 這份 日文版的 截取重點 中文版的 波子展宣言都跟台灣島的無關 跟台灣噴文的無關 就剛剛提過了 來 蔣介石 就是 1949年宣布辭職 然後 到台灣又復刑事事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看一下蔣介石 蔣介石 他開始恢復 執行 日本台灣佔領的盟軍 蔣元帥 其實蔣介石來到台灣 並不是蔣總統 也不是把中華民國帶過來 其實應該是一個什麼 一個軍團而已 一個軍隊而已 一個元帥而已 所以你看 回想一下 蔣介石 只要出現在公共場合 都穿 軍服 你要看他穿世衆嗎 沒有 奇怪 全世界的總統 都穿世衆 怎麼有人穿軍服 你看歐巴巴也穿過軍服 沒有 你要看 奇怪 對不對 有一個人穿軍服 麥克阿瑟 第二人是張將軍 你蔣介石 還要跟人家穿軍服 你就知道他的真實身分了 對不對 大家如果都看不見 我們的總統都穿軍服 你看他隨時都想要保衛台灣 隨時都想要反攻大陸 來 其實蔣介石 他們這一群人 這個蔣介石集團 他們這些群人 到底知不知道台灣不是他們的 到底知道還是不知道 來 陳陳 在台北的舊子 他講 陳陳他講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一個 拖管地帶的性質 怎麼可以說是什麼 反共堡壘 他就糾正了 怎麼都不知道 當然台面上跟台面下的 事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來民政府 最大的用益 好處 在中華民國 如果國畢道兆 國畢道兆 那個不知道 不敢讓我們知道的東西 都嗚嗚出來給你們看 他的腔肌肉多糟 大家看看 來 蔣介石自己說的 1950年33號 在陽明山 對著無論百官講 這個父子使命 我們的ROC 中華民國 在去年 已經隨著中國淪陷滅亡了 我們已經變成王國之民了 在陽明山告訴你 陽明山就是台灣的 他就這樣說了 他怎麼說 關乎台灣 他如果關乎台灣 至少他一塊土地 是台灣島的事業 他都不敢說 他說這已經瘋了 中華民國已經瘋了 這已經自己說了 那有什麼 再找一個給你看 來 蔣經國 蔣經國 蔣經國日記 來 1949年 蔣經國日記 以下說 蔣介石對著蔣經國說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 使他的太平洋海島的防線 可能會發生缺口 所以要我交還 給美國官員 就是說 蔣介石要把他趕走 我反而要死 我站起來 我現在回到台頭 回到台頭 回到台頭 所以你看 台灣 彭武如果是他的 他是在煩惱什麼 這個東西 是在煩惱什麼 這本來的東西 不知道煩惱 可以拿到台頭 對不對 在1949年 這自己看 蔣經國全集第一冊 四四六頁 蔣經國日記又記載 父親接貨 東軍代表來電報告 冬軍總部對台灣婆的憂慮 又要交出來 其實這樣有交出來 沒有交出來 其實這裡還有好運 因為我們這個課要到12點 所以我想說 先休息一下 不要再跟他講一下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就好 好不好 好 謝謝 各位同學我們下課休息五分鐘 好五分鐘回來教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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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